第875章你们耍赖 徐晓妍看到唐武林做出那动作的时候 就已是花容失色 虽然她已经及时释放出了自己的星光璀璨魂迹 无数星光朝着唐武林的方向暴射而去 瞬间就将她的身体笼罩其中 可这也不能改变唐武林将黄金龙枪投射出去的过程 金龙霸体紧接住黄金龙枪释放 唐武林双手一上一下 在星光璀璨照耀在自己身上的沙纳 做出一个非常奇怪的动作 一上一下的双手都呈爪形 掌心相对 左脚向左前方跨出一步 看上去像是摆出了一个全家的模样 乐正宇看住黄金龙枪暴射而来 顿时色变 她的审判之光已经落在唐武林身上 但同样也是比黄金龙枪慢了一拍 审判之光被金龙霸体吸收 唐武林身上镜面般的窦楷光芒急速闪烁 此时星光璀璨已到 把她定在原地 乐正宇恒身挡在徐晓妍身前 手中圣剑全力以赴批出 试图阻挡黄金龙枪 但黄金龙枪还没到 她就已经感觉到那风日之气 要刺穿自己身体似的 挡不住 她完全可以肯定 哪怕是自己斗凯防御力全开 哪怕现在自己已经有 嗜血斗沙包的增幅 也依旧是挡不住唐武林这一击的 黄金龙枪竟然恐怖如斯 谁还敢说队长没有远程攻击能力 风锐的剑芒终于从旁及时赶到 精准无比地从侧面 刺在黄金龙枪侧面 龙枪迸发出一声龙银 光芒一缓 乐正宇的圣剑 才随之斩在了黄金龙枪之上 尽管叶星兰已经挡住了 黄金龙枪的大部分威能 但当乐正宇这一剑斩击上去的时候 却还是不由得全身巨震 如同触电一般倒退 险些撞在许小妍身上 黄金龙枪应声弹起 圣剑破碎 而另一边 唯一冲到唐武林面前的 就只剩下一个原恩叶辉了 公敌所必救 原本也应该冲过来的叶星兰 受到黄金龙枪干扰 终究还是先选择了救人 锯吹凌空 当头砸落 在原恩叶辉看来 此时的唐武林被星光璀璨定住 而且他的金龙霸体 也因为审判之光被激发了 虽说他现在反击的话 攻击力会更强 可他的防御力 却已经只能依靠自身了 为了及时赶到 他没有动用魂技 却是在巨魔泰坦情况下的 全力一击到了唐武林身前 命中了 原恩叶辉心中一喜 但也就在这时 他只觉得一股古怪的旋转之力 从唐武林身上传来 他那原本应该轰击在唐武林胸口处的巨锤 居然被他直接拧了过去 而且连带住他的身体 也是滴溜溜旋转起来 巨锤落入唐武林手中的同时 他也从星光璀璨中解放过来 手中巨锤没有去管进在咫尺的原恩叶辉 而是再次抛飞而出 目标还是徐小言 一道风锐的光芒 从唐武林身边掠出 几乎是刹那间 就到了身体失控的原恩叶辉面前 可不正是卸线吗 之前有唐武林挡在身前 哪怕是星光璀璨 也都被唐武林挡住了 他却没有受到任何影响 关键时刻 叙事已带的双龙笔闪电般出手 而且还是一须一时 化为两道分身 两侧夹击 唐武林身上传来激昂的龙银声 一圈金色光环从脚下绽放 金龙王第四血脉魂环迹 金龙狂暴领域 谢谢本身有微薄的龙族血脉 金龙狂暴领域对他的增幅最为强烈 他只觉得全身血脉气息暴涨 两道分身直接就到了原恩叶辉面前 谢谢就在这时 奇异的一幕出现了 原恩叶辉竟然没有尝试抵挡 而是双手放下 身形瞬间缩小 重新化为本来模样 而且 还娇声娇气地呼唤了一声谢谢的名字 他的声音十分温柔 甚至可以用嗲声嗲气来形容 如果现在谢谢身边有个放大镜的话 一定能看到 只是刹那 他就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 两道分身交错而过 双龙笔却是同时收起 根本就没有落在原恩叶辉身上 原恩叶辉巧笑奄然 身形翻转 一双长腿同时踹出 正中两个谢谢的屁股 直接就将这家伙给踹飞了出去 唐武林一阵无语 原本是必杀的局面 谢谢这家伙却在关键时刻掉链子了 二队伍 本来就劣势 想要赢 就必须另辟蹊径 对他威胁最大的是徐小颜 所以唐武林才通过投掷来限制 然后他营造出的机会 让原恩叶辉落单 并且被自己牵制 只要谢谢能够一击至圣 二对四可就要容易多了 可谁知道 关键时刻 谢谢却突然尾了 不但被踹飞了出去 而且扑倒在地后就没起来 竟是被原恩叶辉和之前一样 封住了血脉 唐武林飞出的锯锤 和之前的黄金龙枪相比 威力就差多了 没有黄金龙枪的速度和锋锐 被叶新兰直接挑飞 而唐武林一拳轰出 虽然轰飞了原恩叶辉 但在星辰锁链的作用下 伤害共享 根本就没能伤到他 你们耍赖 还带言语骚扰的唐武林 悲愤地说道 原恩叶辉嘿嘿一笑 队长 我们可是从魔鬼倒闭叶回来的 你忘了在那里 我们都学到什么了吗 话音未落 原恩叶辉 叶新兰 乐正宇三人就围了上来 一圈新轮兵链 也精准无比地出现在唐武林脚下 唐武林无奈之下 只能再次用出金龙霸体 同时摆出之前那个奇怪的姿势 说也奇怪 他这个姿势摆出之后 无论是谁攻击他 都会被直接带的飞了出去 原恩叶辉那么强的力量都不行 其他人也是一样 哪怕是叶新兰的新神剑刺过来 也如同刺入一个漩涡一般 然后人就被带飞了出去 通过这奇怪的姿势 唐武林又一次得以脱险 可是 他面对的却是五个人的围攻啊 当众人的攻击不再只是从正面之后 受到徐小言不断的控制 唐武林就悲剧了 而让他无语的是 破解他那奇怪姿势的 居然是徐励志 徐励志不知道什么时候 跑到了他背后 一双胖手带住紫黑色光芒 悄然印在了他后背上 强横无匹的毁灭气息 直接就让唐武林 在接下来一次面对新轮兵链 和星光璀璨时 没能摆好全架 然后 五分钟后 鼻青脸肿的唐武林 一脸郁闷地坐在试炼场内 不远处的谢谢都不敢看他 乐正宇得意洋洋地道 队长 你现在明白了吧 不怕神一样的对手 就怕猪一样的队友 我要是你 我可忍不了 跟他单挑 先前他们群殴唐武林的时候 可没有手下留情的意思 不过 唐武林的防御力 也又一次让他们震惊了 在三大强攻系 战魂师的围攻下 竟然还坚持了五分钟 才选择投降 这其中 他不止一次寻找机会 尝试突破 却都被徐小妍 及时控制化解了 无疑 如果没有徐小妍的超级强控 就算是三对一 他们也未必就一定 能赢得了唐武林 就算是赢 也一定会付出代价 第876章 心神不宁 唐武林脸上的淤血 正在快速消退 以他的恢复能力 这点小伤 根本算不了什么 谢谢低眉顺眼的道 老大 我错了 可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原恩从来都没这样过 我保证 下次绝不会这样了 唐武林瞪了他一眼 没有下次了 下次他要是叫你一声老公 你还不反手给我一下 谢谢惊讶地抬起头 看看唐武林 再看看原恩叶辉 似乎 可能 肯定 会出现这种情况吧 在原恩叶辉面前 他确实是没有什么战斗力的 唐武林直接一脚 就把这家伙踹飞了 其他人却是不禁哈哈大笑 原恩叶辉一脸嫌弃的道 谁会叫他那个啊 想都别想唐武林有些无奈的道 你们的状况我大体都清楚了 回头我再跟你们每个人单独订方案 今天就到这里吧 和伙伴们分开 唐武林重新回到自己的小木屋之中 直到此时 他脸上才多了一份落寞 眼看着伙伴们都是成双成对的 要说他心中没有一点羡慕 那又怎么可能 可是 羡慕又能如何呢 也只能是羡慕 直到现在 他一点谷月和那儿的消息都没有 他们究竟在哪里 究竟在什么地方啊 谷月 难道你就真的永远都不见我了吗 等住我 我一定会足够强大的去找你 一辆混岛大巴车 飞速行驶在高速路上 这辆大巴车看上去十分平常 和普通的混岛大巴并没有什么区别 唯一略有不同的是 大巴的一扇扇窗户都拉住窗帘 无法令人看到里面的情况 远远的 史莱克城检查站就要到了 大巴缓缓速 按顺序排队等待着检查 正在这时 检查站方面 走出来一名身穿制服的工作人员 看其奸章 明显是在检查站有一定地位的 他快步走出检查站 然后朝着那辆混岛大巴车招了招手 又指了指旁边一处处于关闭状态的通道 混岛大巴反应很快 立刻转了出来 快速扭转方向向那通道而去 那名工作人员走入通道内 开启了里面的设备 大巴车门开 一名看上去像貌在普通不过的中年男子 从上面走了下来 来到那工作人员面前 将自己的证件递了过去 工作人员看了看他的证件 就递还给他 然后走进里面的操作室 打开了阻挡的设备 铁栅缓缓升起 中年人转身上车 驾驶驻浑岛大巴快速通过 向史莱克城方向而去 铁栅重新放下 那名工作人员也是自然而然地走了出来 这条路依旧不会通行 像这样的情况并没有引起其他车辆的关注 毕竟在什么地方都有特权阶级 哪怕是史莱克城也不例外 人家这叫特殊通道 只有有关系才能使用 可以避免排队 甚至不缴纳费用 可没有人注意到的是 那名工作人员在完成了刚才这一系列的事情之后 直接回到收费站工作人员休息区 换了一身衣服 还和同事们打了个招呼 自行上了一辆混岛汽车 悄然离去 而他离去的方向 并不是史莱克城那边 而是朝着远处而去 因为路上的车越来越多 混岛大巴放慢了速度 在车流中缓缓行进驻 车内一共有十几个人 都显得很沉默 他们全都是一袭黑色制服 脸上更是戴着头套 只露出鼻子和眼睛 由于他们的装扮 另整个混岛大巴车内的气氛 都显得有些阴森 只有那名开车的司机 也就是之前曾经下车的中年人 才显得十分正常 一名坐在前面的黑衣人 站起身 快速走到后面 沉生道 屏蔽设备情况如何 另一名黑衣人 拿出一个仪器看了看 向他点了点头 一切如常 除了本体辐射之外 没有任何泄露 很好说完 他又回到前面 向前面的司机导 按照原计划行动 是 司机恭敬地说道 同时 在他眼中 明显流露着狂热之色 那狂热中 更是充满了疯狂的味道 混岛大巴车 持续行驶 很快就进入了 史莱克城时区内部 渐渐地 远处已经能够看到 史莱克城内城了 大巴车 没有再向内城方向而去 而是拐上了一条 较为宽阔的街道 又行驶了一会儿后 缓缓减速 路边 一个看上去 像是酒店的建筑 大门缓缓开启 大巴车自如地拐入 隐没在大门之后 海神道 盘西坐在墓床上 晴天窦罗云明 缓缓睁开双眸 不知道为什么 在他眼底深处 闪过一抹诧异之色 雅力他轻唤一声 怎么了 圣灵斗罗亚力 从外面走了进来 他明显听出 云明的声音略微有些不对 不知道为什么 我有种心神不宁的感觉 云明声音中带着几分疑惑 亚力大吃一惊 什么 心神不宁 要知道 晴天窦罗乃当代极限窦罗 有大陆第一人之称 其失力之强大 冠绝魂世界 他的感知 不知道要比常人强大多少倍 精神力更是早就进入到了 淋浴境层次 他的感知之强 几乎可以说是 感受到整个斗罗大陆上的 一些气象变化 能够让他有心神不宁的感觉 一定是有什么大事要发生了 就像之前天窦城遭遇袭击的时候 他就曾有预感 甚至曾经准确地预感到 是天窦城方向出事了 可惜 当他向联邦发出警示的时候 联邦没能及时处理 才有了天窦城惨案的发生 很强烈吗 是哪边 亚历追问道 云民眉头紧簇 然后摇了摇头 很强烈 但也很奇怪 我的心神不宁忽强忽弱 无法辨别方向 并不能感受到 是什么地方出现了问题 这个太奇怪了 难道说 是天灾 亚历也是眉头紧皱 天灾 方向也没有嘛 云民摇了摇头 暂时还没有 但感觉强烈的时候 却是前所未有 也就是说 如果真的有灾难发生 那也将是史无前例的大灾难 亚历倒吸一口凉气 能让云民这么说 可想而知 这有可能出现的灾难 会有多么可怕了 他沉生道 那怎么办 云民道 只能向联邦警示了 相信有了上一次的教训之后 这一次 他们应该能够有所反应吧 同时 你发出史莱克令 通报所有史莱克 毕业的内院弟子 把我的感知告诉他们 让他们小心提防 一旦有不好的预兆 可以向学院方面求援 好 要不要召开 海神阁会议 亚历问道 云民摇了摇头 先不要 毕竟我还没办法确认 自从到了现在的境界之后 我自身的力量 受到天威压制的 非常强烈 也不排除 感知会出现错误的可能 但小心一点 总是没错的 由于早就已经感受不到 神界的存在 自从达到极限斗罗境界 也就是半神的层次之后 云民经常会出现恍惚的感觉 似乎能够感受到一些什么 又似乎什么都无法感觉到 越是到了他这个层次 越是想要探究 那神界究竟在什么地方 是洪飞明明 还是如何 所以 他的修炼 都是和天道打交道 因此 他也不排除 自己是受到了天道的干扰 可那心神不宁的感觉 却始终存在着 唐武林从冥想中清醒过来 顿时觉得神清气爽 全身都有种 难以形容的畅快感 自从武魂二次觉醒 再加上两大漩涡体系成型之后 他的修炼速度 就可以用一日千里来形容 每天的修炼 他都明显感觉到 自己会有所进步 这不只是在魂力方面的 各种功法 也是如此 譬如紫积魔童 当他的血脉能量漩涡形成之后 这紫积魔童的修炼速度 就足足提升了三倍之多 原本已经达到瓶颈 很难有所提升的他 在这段时间 却明显感觉到 紫积魔童有进步 人带着他的精神力 提升速度 都要比以前快了许多 第877张警照 林渊靖的精神力 在他这个年龄 已经极为罕见了 还能保持着 这样的速度修炼 就更是少之又少 下床 正当他准备去练习 一会儿锻造的时候 突然间 唐武林只觉得 自己手腕处 传来一阵灼热 这时 那灼热感来得非常明显 他下意识地低头看去 只见自己手腕上 那根来自于 当初龙骨之中的手链上 水滴形状的彩色 宝石光芒若隐若现 灼热也是由此而来 自从拥有了这手链之后 他始终都没有过什么变化 这还是第一次出现了反应 可究竟发生了什么 能够让他突然发热呢 难道说是收到自己的血脉激发所致 心中疑惑的同时 唐武林将手链凑到自己面前 仔细观看 但那灼热感却变得越来越强 一股不安的感觉也随之传来 这太奇怪了 唐武林一直都不清楚 这手链有什么作用 只是知道 这是龙骨中那些龙魂送给他的离别礼物 此时此刻 感受到其中散发着的灼热 再加上心头的不安 令他不禁有些茫然 难道说 这是在世景 可是 对于自己来说 有什么警照会出现呢 要是换了当初他们在魔鬼群岛 或者是在外面的时候 他一定会立刻升起强烈的警惕心 可现在他们是在史莱克学院之中啊 在这个世界上 还有什么比史莱克学院更安全的地方吗 尤其是 这里是海神岛 史莱克学院的根本重地 超级斗罗以上层次的强者 恐怕就超过十位 更有擎天斗罗这位当代大能坐镇 这会有什么警照 一定是自己感觉错了 出于谨慎考虑 唐武林赶忙宁神内侍 观察自己的血脉漩涡运转情况 以免是因为自己的金龙王血脉出现问题 导致着手链产生异动 可是他的血脉漩涡运转正常 自身气血非常旺盛 又绝不会影响到他自身的血脉漩涡循环 一切都好的不能再好了 按照这样的速度修炼下去 一定会让他整个人变得越来越强 这些天他已经开始尝试四种有灵金属进行熔断了 效果很好 评级住他已经达到混沌层次的实力 这些都不是问题 甚至他已经开始尝试五种金属进行熔断 如果能够成功的话 必然能够让大家未来的斗铠更上层楼 哪怕只是二字斗铠 也能一定程度地发挥出三字斗铠的威能 正在这时 手腕上的手链温度开始缓缓下降 一切似乎又恢复了正常 庞武林松了口气 耸了耸肩膀 不管了 谁知道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估计只是自己起人忧天罢了 在史莱克 能出什么事 一边想着 他走出木屋 直奔自己的锻造石而去 开始今天的锻造练习 只要他稳定住了自己 七级锻造石的水平之后 他就要开始为大家锻造金属了 设计图早就准备好 只要他锻造完成了 叶星兰 原恩叶辉两人将可以同时开始 为大家制作斗铠 以他们的修为 虽然需要一定的过程 但绝不会太慢 毕竟 他们有着之前 有灵金属一字斗铠作为底蕴 只要在自己原有的斗铠基础上 进行改造升级就足够了 主人 您怎么了 一身黑衣的女子 轻声问道 这里是山巅 山峰高耸入云 放眼望去 全都是大片 大片的云朵 山峰凛冽 吹动着一片片云 带着湿润的空气 从山顶掠过 但在他们周围 却没有半点水汽 古月娜就站在悬崖边缘 一袭白色长裙 衬托着她那一头银发 飘飘欲仙 她的双眸之中流露着茫然 轻轻地摇了摇头 不知道为什么 我突然有种心神不宁的感觉 我的心跳速度比正常情况下 每分钟提升了五次 什么 那黑衣女子大吃一惊 主上 您这是 古月娜摇了摇头 我也不知道 我让你们准备的东西准备的怎么样了 黑衣女子沉声道 已经准备了六成 前妻的工作已经完成了 帝天说 她那边没问题 等到所有准备完毕 只要主上出手 一定能够百分之百成功 在接下来 就是等待时间来完成了 摁古月娜点了点头 不置可否 黑衣女子掠坐停顿之后 试探着道 主上 那边的人又来联系我们了 正所谓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我们真的不和他们合作吗 古月娜猛地回过身来 右手一挥 一股恐怖的气息 骤然从她身上爆发开来 那恐怖的感觉 令整个山顶都为之颤抖 周围所有云雾瞬间破碎 化为雨丝在空中向外激荡 那黑衣女子直接被轰击地飞了出去 山顶周围回荡着古月娜冰冷的声音 我说过多少次了 那些龌龊肮脏的存在 永远也不要想与我合作 再在我面前提起他们 我就扒了你的龙披黑衣女子消失了 并没有再回到山顶 古月脸色沉宁 足足半晌没有吭声 但渐渐地 在她脑海之中 浮现出了那道身影 已经分别了这么久 她还好吗 为什么我会如此的心神不宁 在这个世界上 能让我如此惦念的 似乎只有她 寂静的房间十分宽阔 穹顶成弧形 从穹顶上方一直向周围墙壁蔓延 大片大片的模纹覆盖 整个房间高足有30米 直径更是达到50米开外 范围极其广阔 房间正中 一共有12个人盘膝坐在那里 他们围绕成一个圆圈 口中都在喃喃地念叨住什么 在这12个人身体周围 全都升腾着魂环 如果有人能够看到他们 一定会震惊地发现 这12位身上升腾着的 既然全都是8个魂环 8环魂斗罗 这在魂世界 已经是站在顶端的存在 可是 此时此刻 如此众多的魂斗罗在一起 竟然只是为了做一件事 他们盘膝而坐的地面上 磨纹更加复杂 而且 更恐怖的是 在这磨纹周围 还有住一片片血液流淌 那是刻画磨纹而成的 一道道沟壳 在这些沟壳之中 流淌着的血液不断变化 房间外圈 足足有上百人站在那里 他们全都是一袭黑衣 头上戴着黑色的头套 只露出自己的左手 而那血液 正是从他们左手割开的外卖处 不断地流淌而下锁成 淡淡的血腥气息弥漫 令整个房间内都给人一种强烈的恐惧感 可就是这浓郁的血气波动 却无法向外传递半分 这究竟是怎么了 究竟发生了什么 竟然会造成如此景象 而在那十二名盘系而坐的浑豆罗 所在圆圈正中央 地面上是一个紫黑色的六芒星 浓重的血腥气息从中向外释放 在那里也树立着一样东西 那是一个高达三米 通体呈现位紫黑色 上面有着无数魔纹 并且正在闪耀着光芒的存在 它的顶端呈现位尖锥状 向下延伸 就像是有一片片羽翼张开似的 周围那么庞大的能量 全都是海纳百川般向它涌入 而它就像是个无底洞一般 吸收着那庞大的能量和血液 第878章袭击突质 还不仅仅如此 就在隔壁房间 居然还有另外一个一模一样的地方 只不过 在那个房间之中 中央核心位置的那个存在 却是通体墨绿色的 魔纹更加的诡异多变 无论是外圈的百名黑衣人 还是内圈的12名 魂斗罗级别强者 他们的身体 都在因为能量的流失 而逐渐变得干扁 可在这两个房间之中 却始终没有半点声音传出 唐门 郭消旭处理了一系列公务之后 眼中流露着若有所思之色 正在这时 一个雄浑的声音传来 消旭 想什么呢 这么入神 没什么事 咱哥俩喝一杯去 唐门外三唐立唐 唐主赵松 从外面走了进来 摸着自己的大光头 脸上笑呵呵的 他和郭消旭关系极好 两人年纪差不多 当年是一起修炼的伙伴 只是后来修炼方向 选择不同罢了 更是同时加入唐门 后来又都成为了唐门高层 尽管郭消旭 在唐门的地位 要比赵松更高一些 但这也从没有影响过 他们之间的兄弟情谊 郭消旭道 不喝了 最近门内事情太多 两位店主都不在 供奉堂那边诸位供奉又不管事 只能是我来赵松道 天斗城那边还没处理好吗 那边善后工作不是已经差不多了吗 郭消旭叹息一声 道 圣灵教隐匿了这么多年重新出现 组织非常严密 天斗城那边善后工作虽然已经接近尾声 可是 我们却始终没能发现 圣灵教主力在什么地方 之前副店主亲自在那边坐镇 也依旧没有发现端倪 只是抓到小猫两三只罢了 根据店主的分析 这圣灵教最近如此大规模的行动 一定不只是针对天斗城 什么地方都有可能 所以 我们必须要保持警惕才行 赵松眉头微醋 说的也是 这群可恶的混蛋 别让我找到他们 让我碰上 一定要把他们的脑袋拧下来 做夜壶 郭消旭呵呵一笑 你啊你 还是那副脾气 你们外堂最近也够忙碌的了 算了 我陪你去喝一杯吧 该放松的时候 总要放松一下 梁小雨呢 叫上他一起 好随着夜幕降临 堂门也渐渐安静了下来 堂武林完成了自己的锻造练习 从锻造室中走出来的时候 只觉得外面一片漆黑 抬头向天空中看去 今晚夜黑风高 心斗皆无 给人一种强烈的压抑感 就在这时 他手腕上的那彩色宝石 又一次灼热了起来 而且比之前更加强烈的多 让唐武林 差点直接将他甩飞出去 怎么回事 唐武林赶忙低头看去 夜色之中看得更加清楚 那彩色宝石 此时此刻 竟然已经变成了一片血红色 一股强烈的恐惧感 也随之从唐武林心底升起 这时 警照 一定是警照 一定是有什么事情要发生 如果说白天的时候 他还能安慰自己 可此时此刻 这种感觉实在是太强烈了 强烈到他根本无法再忽视 身形闪烁 唐武林整个人已经窜了出去 直奔海神岛方向而去 同时快速拨通了 谢谢的浑岛通讯器 谢谢 你在干什么 唐武林急促地问道 刚准备开始冥想啊 怎么了 老大 有什么事明天再说吧 元恩答应我 今天让我跟他一起冥想呢 嘿嘿 唐武林急声道 先别冥想了 你叫上元恩 然后再叫上其他人 立刻到海神岛来 我有不好的预感 恐怕有什么事情要发生 老大 什么事啊 你能肯定吗 都这么晚了 还把大家叫起来吗 唐武林怒道 让你叫你就赶快的 我不确定发生什么事 但感觉真的很不对 你赶快的 我们大家在海神岛上集中 毫无疑问 海神岛才是最安全的地方 谢谢毕竟对唐武林 极为信任 文言之下 赶忙道 好吧 那就海神岛见 我们马上过去挂断了通讯 唐武林已经来到海神湖湖畔 脚尖在地面上轻轻一点 人已经凌波湖上 快速朝着海神岛方向而去 就在这时 原本漆黑的夜空 突然闪亮了一下 唐武林在朝着海神岛 飞速前行的同时 也不禁抬头看去 他看到了奇异的一幕 天空之中 一团团光芒 拉拽住绚丽夺目的尾艳 正破空而来 那光芒变得越来越强烈 分明是朝着 史莱克学院的方向到来的 导弹 或者说是定装混导炮弹 迪席 竟然是迪席 史莱克城 乃是全大陆第一大城 史莱克学院本身 虽然只是学院 但在史莱克城内 也有自己的军队 专属于史莱克的军队 人数不算多 只有三万人 这是联邦允许史莱克城的 军队人数极限 但却全都装备精良 单是机甲师 就有五千人之多 整整五个机甲师 再加上史莱克学院 众多颠顶大能 两万年的历史 这里被誉为不漏的史莱克 谁能想到 既然有人胆敢 向史莱克城发起攻击 而那如同流星雨一般的导弹群 看上去 居然足有上百枚之多 定装混导炮弹可以极远 但是 史莱克城内的导弹防御体系 可不是摆设啊 如果这些导弹 真是从城外而来 早在距离史莱克城 一定范围的时候 就足以被摧毁了 可是 这些导弹 却就是来到了史莱克学院上空 而且看那样子 导弹分散 足以覆盖整个史莱克城内城 唐武林看住那碗 如流星雨一般的导弹群 整个人都在瞬间呆滞了 这是什么情况 自己的额预感竟然是正确的 竟然真的出现了 针对史莱克的袭击 这简直是不可思议啊 也就在这时 一道道光影 从海神岛方向拔地而起 瞬间冲入高空 刚开始的时候 只有七道身影升起 紧接住 数十道身影接踵升空 那赫然是史莱克学院内院的 众位大能 最先升起的七道光芒 最未夺目 每一道光芒 都蕴含着庞大的威势 伴随着它们升空而起 其他光芒也是纷纷升空 散开 影响了空中落下的 那一枚枚定装混岛炮弹 当唐武林脚踏实地 落在海神岛上的时候 天空中第一声轰鸣 也随之响了起来 剧烈的轰鸣和爆炸 就像是一朵巨大的烟花 将整个海神岛上空 照耀得如同白昼 好恐怖的爆炸力 这至少也是七级以上的 定装混岛炮弹吧 唐武林目瞪口袋地看住 可此时的它 却是什么忙也帮不上 没有到二字窦凯 它还没有飞行的能力 只能眼睁睁地看住 内院的老师和学长们 迎击强敌 轰 轰 轰一声接一声的轰鸣响起 天空中一朵朵绚烂的烟花般炸开 定装混岛炮弹 从一万年前 就已经是最恐怖的武器 七级以上的定装混岛炮弹 更是被归纳为 战略性武器的存在 而此时此刻 在高空之中爆开的 竟然没有一枚 定装混岛炮弹低于七级 第879章 烟花的海洋 最初升空的那几位 颠顶大能还好一些 后面升空的 史莱克学院内院学员们 在那越来越恐怖的 能量乱流中 纷纷被压迫的 坠落回地面之上 恐怖的爆炸 接二连三响起 但那一道道升空的身影 也就硬实将那些 定装混岛炮弹 全都在高空一一引爆 没有让一颗炮弹 落入城内 远处 内城 外城之中 越来越多的身影 腾空而起 史莱克城 聚集着不知道多少强者 不只是有属于 史莱克学院的 同时还有属于唐门的 众多身影 将那凌空而至的 定装混岛炮弹 纷纷引爆 一时间 整个史莱克城上空 庞扶都变成了 烟花的海洋 正在这时 远处 一道道身影 从湖面上飞掠而来 正是谢谢 原恩叶辉 以及史莱克 奇怪的其他几人 看到他们 唐武林这才反应过来 赶忙释放出 自己的血脉气息 将他们引导到 自己身边 天啊 这究竟是发生了什么 这 谢谢早已是 震惊的合不拢嘴 先前 他还对唐武林的召唤 有些不满 好不容易 才能有和原恩 亲热一些的机会 却被他破坏了 可此时此刻 他还哪里说得出 半点质疑的声音 其他众人 无不脸色凝重 他们都很清楚 针对于史莱克学院 这样的袭击 可谓是史无前例啊 空中的能量波动 开始从天而降 哪怕是站在海神岛上 依旧能够感受到 那恐怖的压力 如果让这些充满破坏性的冲击波 落在地面上 那么 恐怕整座城市都会遭受到毁灭性的灾难 就在这时 一圈圈强光升起 化为护照顶起 刚开始的时候 是史莱克内城 紧接住 史莱克学院外城也同时亮了起来 两层护照硬扛着冲击波 将它们挡在外面 虽然泛起剧烈的波澜 但总算是将那些冲击波排除在外了 唐武林没有跟伙伴们交流 他们脸色都是一片凝重 对于他们来说 还不足以参加这样的战场 可是 为什么史莱克学院 却就这样成为战场了呢 白天的时候 唐武林还想过 史莱克学院是最安全的地方 可才到了晚上 竟然就有了这样恐怖的袭击到来 上百枚七级以上的定装混导炮弹 这绝对是天文数字的金钱了 难道说是联邦针对于史莱克城的攻击 还是说来自于圣灵教 前者的话根本就不可能 毕竟 联邦之中不知道有多少是从史莱克学院毕业的高层 更何况 史莱克学院始终中立 从来都没有影响过联邦决断 只是保护史莱克城这一片净谱而已 可如果是后者的话 又太过可怕了 一个邪魂失踪门 一个恐怖组织 竟然能够掌控如此众多的定装混导炮弹 这意味着什么 如果说联邦没有人和他们勾结 谁会相信 一定不能让定装混导炮弹落下来 否则的话 史莱克城无疑会面对和天斗城一样的恐怖灾难 想到天斗城 唐武林的心脏突然收紧 因为他立刻就想起 当初郭潇旭曾经对他说过 天斗城的恐怖袭击 是因为一枚九级定装混导炮弹的大爆炸才导致的 到了九级定装混导炮弹那个层次 可就不是城市防护罩能够轻易抵挡的存在了 九级以上定装混导炮弹 哪怕是超级斗罗也不敢这么硬碰 想到这里 他不禁有种口干舌燥的感觉 这些邪魂失 究竟是给他们准备了怎样恐怖的攻势 恐怕绝不只是眼前看到的这些 海神阁 海神阁主 晴天斗罗云明就站在海神阁的顶部 圣灵斗罗亚历在他身边 同样在他身边的还有光暗斗罗龙夜月 三大封号斗罗都在遥望高空 云明终于明白为什么自己会有那么强烈的心神不宁了 原来要发生事情的不是其他地方 而是史莱克城 更是史莱克学院 就像唐武林无论如何也想不到 有人敢攻击史莱克城一样 身为海神阁主的他也同样没想到 此时早已是面尘如水 亚历握紧了云明的手 已经不知道多少年没有像现在这样紧张的感觉了 可此时此刻 他心中却就是十分紧张 他们都知道 圣灵教既然敢袭击史莱克城 那就是一定有不小把握的 好啊 时代真是变了 光暗斗罗龙夜月冷笑一声 以至于什么阿猫阿狗都敢打我们的主意 云明 史莱克对联邦的影响已经这么弱了吗 如此众多的定装浑倒炮弹来到这里 是怎么回事 而且还是从外城近距离发射过来的 又是怎么回事 我们史莱克城的防御 什么时候如此脆弱了 面对光暗斗罗的指责 云明哑口无言 是啊 史莱克城实在是和平得太久了 不落的史莱克城 这在每个人心中都有着一样的念头 谁能想到 会有人胆敢攻击史莱克 被这么多定装浑倒炮弹近距离攻击 这意味住什么他在清楚不过 这位极限斗罗此时也不禁握紧双拳 但他知道 此时此刻自己必须要冷静 必须要掌控全局 敌人的攻击绝不只是眼前这么简单 就在这时 大地传来轻微的震动声 云鸣 龙夜月的脸色同时一变 一声声低沉的轰鸣 从远处乍响 这次不在天空 而是在地面上 如果从空中俯瞰就能发现 史莱克城外城 一朵朵蘑菇云正在骤然升起 一声声恐怖的爆炸 磅腐汇集了无数民众的惨叫声响起 开始了 终于还是开始了 敌人既然能够将定装混倒炮弹 运送到外城之中近距离发射 那自然也就有办法在外城直接引爆 史莱克城乃是全大陆第一大城市 有着最为众多的人口 几乎每个人都已能够成为史莱克城的功名为荣 可此时此刻 一场史无前例的大灾难却突然降临了 云鸣脸色一片苍白 整个史莱克城的军队都已经行动起来了 就在刚刚出现危险的时候 他就已经下达了命令 封锁所有街道 封闭外城 不许进出 严查外城 可命令才下达了几分钟 一声声剧烈的爆炸就作为了回应 天空中的爆炸是烟花 而地面上的爆炸却是毁灭性的 超过15升爆炸 不知道有多少无辜的平民因此而死去 毫无疑问 这是一场蓄谋已久的战争 是的 就是战争 而不再是恐怖袭击 这更是一场灾难 一场突如其来 没有任何预兆的灾难 任何一座城市 都有各种精密的探测器 探测所有异报物品 像定装混导炮弹这种危险品 更是任何城市已经发现 都要立刻处理的 可是 在史莱克城 在部落的史莱克 既然有如此众多的高阶定装混导炮弹出现 却没有任何人发现 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敌人有瞒天过海的手段 也意味着史莱克城早已不是铁板一块 云民突然明白了 天斗城的大爆炸 吸引了众多人们的注意力 无论是唐门还是史莱克学院 都调抢了不少强者前去那边 可敌人的最终目的 却从来都不是天斗城 真正对圣灵教有着巨大威胁的 也不是天斗城 而是史莱克学院 是唐门 所以 敌人最终的攻击目标 从始至终都是这里啊 我去亚历迪赫一声 就要冲出去 却被云民一把拉住了 敌人的攻击绝不会到此位置 无论是史莱克学院 还是唐门总部 都在史莱克内城 此时他们攻击外城 造成的损失是巨大的 但还不至于伤了史莱克城的根本 所以 这场袭击绝对还没有结束 此时此刻 一旦他们慌乱了 被敌人调动了 那么 只能是更大的灾难降临 唐门诸位 请救死扶伤 外城拜托你们了云民的声音 远远传去 光芒一闪 在他身边的光暗斗 罗龙夜月突然升空而起 这位终于忍耐不住了 第880章 云民抬了抬手 终究还是没有阻止 这位 他也阻止不了 深吸口气 云民冷静地握紧 圣灵斗罗亚利的手 我已经是史莱克的罪人 但是 我必须要保住史莱克 海山岛边缘 唐507人 此时都是脸色一片惨白 外城的大爆炸 他们能够听到 也同样能够看到 远处腾起的那一朵朵蘑菇云 他们的大脑完全是一片空白 这根本是无法想象的事情 他们甚至不知道 敌人在什么地方 这场恐怖的灾难 就已经发生了 天空中的能量风暴 依旧没有散去 可那一朵朵蘑菇云 却不知道吞噬着多少生命 到海神阁来 正在这时 威严的声音突然传来 传入他们耳中 唐507人打了个寒战 也立刻回醒过来 向伙伴们一招手 快速朝着海神阁方向冲去 海神岛没有多大 很快 他们就来到了海神阁的 黄金树屋之前 也看到了手牵着手 站在那里的晴天斗落 和圣灵斗落 云鸣很冷静 看上去就像是 什么都没有发生似的 看到唐507人到来 云鸣上前一步 来到他面前 从现在开始 无论发生什么 你们都不要出海神阁 去吧 到里面去唐50一愣 阁主 请让我们为学院出一份力 我们 住口 进去 云鸣突然瞠目怒吓 一挥手 一股恐怖的能量 就已经卷起7人 将他们送入海神阁之中 记住 你们是学院的种子 如果发生了最坏的情况 未来的你们 是学院复苏的根本 云鸣的声音 在7人耳中回答 唐50 亥然色变 难道 情况已经坏到如此程度了吗 就在这时 唐50突然发现 外面的一切都变成了紫色 毫无预兆地变成了紫色 那是天空变成了紫色 而天空的紫色 也将大地映照成了铜色 黄金树突然迸射出一道 璀璨的金色光芒 将整个史莱克学院内院 笼罩其中 整个海神阁所在的黄金树屋 也随之亮了起来 乌与伦比的浓郁生命力 萦绕在他们身边 也阻挡住他们 无法冲出海神阁去 唐50清楚无比地看到 当那恐怖紫色出现的时候 天空中 那一团团先前 从史莱克学院 升起的身影 既然全都在那紫色之中消失了 消失得无影无踪 就像是瞬间泯灭一般 从这个世界彻底抹去 晴天 斗罗渔民的身体 明显地颤抖了一下 下一刻 他就牵着圣灵斗罗亚历的手 升空而起 冲入高空之中 空中的紫色变得越发浓郁了 甚至连黄金树屋 绽放出的金色光芒 也开始逐渐破碎 渔民身上爆发出一道 无与伦比的璀璨光彩 试图从那紫色之中冲出去 可是 那紫光却是如此的可怕 也就在这时 一个巨大的紫色骷髅头 出现在上空 那紫色骷髅头直径足有千米 他张开嘴 一口火焰向下喷出 骷髅头顶部 盘膝端坐着九个人 全都是一袭黑袍 黑袍上向前有绿色的光边 在他们身上 全都升腾着九个魂环 最核心处的一个人 身上的九个魂环之中 竟然有一个橙色和四个红色 剩余也全都是黑色 云鸣 想不到吧 你们史莱克也有今天 从今日开始 世间在无史莱克 世间在武唐门巨大的紫色骷髅头 一口深紫色火焰喷落 与云鸣的枪翼碰撞在一起 擎天枪瞬间爆发出璀璨光彩 下方黄金树上释放的光芒 突然收束在一起 落在云鸣身上 对时 云鸣整个人的身体 都变成了灿烂的金色 厚重 华贵的四字豆楷覆盖全身 此时此刻 他宛如战神一般 但是 也正因为黄金树的能量 向内收束 集中在他一个人的身上 唐武林他们透过窗户 眼睁睁地看住 黄金树周围 海神岛上的一切 都在快速地崩解 在那恐怖的紫色光芒照耀下崩解 十二级 你们竟然敢冒天下之大不韦 发动十二级定装混岛炮弹 云鸣的怒吼声在空中回荡 恐怖的能量波动 在整个史莱克学院上空 疯狂地爆炸住 唐武林呆住了 他身边的伙伴们也都呆住了 谢谢完全不敢想象 如果自己没有听唐武林的 及时来到海神岛 会发生怎样的灾难 远处 还有一道光芒亮起 那道光芒是绿色的 恐怖的绿色 它爆炸的位置 正是唐门总部 整个史莱克城 已经变成了一片死亡的世界 从天空中俯瞰 能够看到的是 一绿 一紫 两个不断扩大的漩涡 正在吞噬着周围的一切 正在不断地向外扩张 整个史莱克内城 正在快速地从这个世界消失着 一切的防护 在那绿色和紫色之间 都变得没有意义 不知道多少生命 在那恐怖的能量风暴肆虐中消失着 黄金树屋颤抖着 剧烈地颤抖住 唐武林只觉得眼前一切 都变得虚幻了 自从两大能量漩涡形成之后 他原本认为 自己已经可以在魂世界立足了 可此时此刻 面对如此天威一般的恐怖能量压迫 他只觉得自己宛如蝼蚁 毫无疑问 如果此时此刻 他们身在黄金树屋之外 那么 一定会被那死亡的能量所吞噬 一定会成为这场恐怖风暴的牺牲品 完了 史莱克学院完了 谁能想到 竟然会出现如此恐怖的景象 大陆第一学院 日不落的史莱克 与黄金树屋剧烈地颤抖住 外层金光在那恐怖的紫色光芒冲击下 不断地剥落 唐武林突然想起 当初云民曾经严厉地对他说过 因为他的第五魂环形成 吸收了黄金树屋太多的能量 以至于让黄金树屋能量大损 如果自己没有吸收 黄金树屋的能量能否挡住这次的袭击啊 完了 一切都完了 黄金树屋的金色终于彻底崩溃 那恐怖的死亡能量 已经令海神格外层开始支离破碎 唐武林倔强地咬住嘴唇 张开双臂 挡在伙伴们面前 绽放了他的金龙狂暴领域 可他很清楚 在这样恐怖的天威面前 自己根本什么都做不了 根本就没办法保护住任何人 晴天 摄日 就在这时 外面突然传来一声爆喝 这声音直观大脑 令唐武林七人原本承受的恐怖压力骤然一轻 外面崩解中的海神格碎片突然凝固 这一刻就像整个时空都为之静折似的 天空中 晴天窦罗云民脸色平静而沉宁 但在他的眼眸深处却有着无尽的悲伤 身为当代海神格格主 却要眼睁睁看着史莱克学院葬送在自己手中 两万多年的传承啊 就要就此断绝 他此时此刻的心情可想而知 十二级定装混导炮弹 这是无论如何也无法判断的攻击 当时之中 这被研究出来的终极武器一共只有三枚 在整个人类的历史上也只有三枚 为了这三枚十二级定装混导炮弹 联邦做出了无数努力才最终研制成功 但当时联邦就曾经宣布 将停止这种超级毁灭性武器的持续研发 以斗罗大陆的资源 也不可能再制作出第四枚 第881章 晴天之光 最后要是 这三枚十二级定装混导炮弹诞生在2000年前 而在他们诞生之后 整个人类的科技足足停滞了千年之久 就是因为当初他们消耗的资源实在是太过庞大 这三枚十二级定装混导炮弹 被联邦以最为严密的方式守护着 作为整个斗罗大陆的终极武器 他们还有一个称号 叫做 是神 也就是说 这三枚定装混导炮弹被认为有是杀神灵的能力 其微能可想而知 没有人试验过他们的威力 甚至在十二级之下 十一级定装混导炮弹都不复存在 可对于他们 联邦的重视永远都是最高级别的 如果有一天真的要动用他们的话 必须要整个联邦医院全票通过才可以 有一票不过 多不能使用 谁能想到 就是这样恐怖的存在 整个大陆的终极武器 却会出现在这里 出现在史莱克学院 更出现在唐门 两枚十二级定装混导炮弹的威能 足以将整个史莱克城彻底封面啊 那之前升空的众位封号斗罗们 众位内院弟子们 无不在这恐怖而又突如其来的大爆炸中泯灭 强绝一时的史莱克学院 竟然就在虚余之间灰飞烟灭 这就是恐怖的科技 这就是人类科技研究到如此程度之后 真正造成的杀伤 云民手中擎天枪高高举起 那来自于黄金术的生命能量 迸发着夺目的光辉 落在史莱克学院的这枚 十二级定装混导炮弹鸣叫 是神之毁天灭地 落在唐门那边的纳梅 名为是神之吞噬天地 此时此刻 从他的视角能够看到 整个史莱克城都在崩解住 一抹惨笑从他嘴角处流淌 他身上的四级斗铠 突然剧烈地燃烧起来 以他极限斗罗的威能 也不可能与十二级定装混导炮弹的 是神之力抗衡 但如果他想要逃走 却没有任何人能够拦阻得住他 可他能走吗 他不能 史莱克学院就此云灭 作为当代海神阁阁主 他则无旁贷 他不能走 他能够看到远处那巨大骷髅头上 那一个个邪魂使眼中 阴冷而讥讽的目光 能够清楚地感受到史莱克城内 一个个生命的完结 可无论怎样的后悔 也已经无法扭转眼前的局面 这一切是如何发生 为什么十二级定装混导炮弹会泄露 为什么多年来的和平之下 史莱克城自身的防御已经弱小如斯 如果这两枚定装混导炮弹不是究竟发射 如果是在城外发射 至少也不会造成如此毁灭性的灾难 云民脑海中瞬间闪过无数念头 可他现在能做的就只有一件事 晴天 射日 刺目的金光 将他自身完全覆盖其中的金光蓬勃爆发 在他身后 一道道金色光线开始出现 这些金色光线彼此交织 勾勒着形成一个奇异的巨大符纹 这个符纹出现之后 整个空间就突然静止了 就连远处骷髅头上的九名邪魂师都为之恶然 为首那名邪魂师右手一挥 身下骷髅头突然远顿 瞬间一道百里之外 他脸色阴沉 口中吐出两个字 神位 那一道道金色光线迅速勾勒成形 一声悲呼也在云鸣身下响起 不要啊 明歌云鸣缓缓低下头 充满眷恋的看了一眼下方那角色的娇颜 我没脸去见史莱克的先辈们 别了雅丽 好好照顾自己 为史莱克保留最后的种子 说完这句话 他手中晴天枪猛然一震 背后那道道金色光线突然崩解 在他们崩解的同时 无数璀璨金光骤然迸发 沙纳间竟然蔓延到整个史莱克城 将整座史莱克城上空完全笼罩 云鸣境界极限斗罗已经有数十年之久 在这数十年的时间内 他无不在探寻着属于人类的极限 探寻着通往另一个世界的道路 他感受不到神界的存在 只有真正到了他这个境界 才会明白 神界是真实的 可神界却不再介意人间 想要真正成神 除非再创神界 云鸣在历代海神阁主之中 修为绝对算得上名列前茅 他不知道自己这一生是否会成功 但他却一直都在努力 至少在为后人铺路 他也相信 不久的未来 人类一定能够再次走出去 再造神界 在他身后那神底之位 就是他所初创 未来打算遨游太空之外的准备 神界需要神底之位 古籍中早有记载 而当他自身的神底之位足够强大 强大到他能自创神界 至少笼罩斗罗大陆这一片世界时 他就成功了 可惜 他几十年的努力 也不过是出亏门禁 就算一切正常 他这一生也不可能真的创造出神界来 他能做的 就是留下自己的经验 而此时此刻 史莱克学院突然遭受到如此的灭顶之灾 当他毫无保留地 把自己那并不完全的神底之位释放出来时 他就是片刻的神 神底崩解 神之陨落 带来的能量 才是他这一生之中所能达到的巅峰 两枚十二级的是神定装魂岛炮弹成功了 他们成功是神 但云民也用自己最后的力量 化解着他们恐怖的破坏力 紫色 黑色 在那金色的中和之下 被强行吸射到半空之中 三种颜色相互碰撞 相互纠缠 不断地崩解 破碎 云民的身体渐渐变得虚幻 无论雅力如何努力 也无法升入空中 云民低住头 他没有再去看天空中的碰撞 因为他已经尽力了 他已经将自己能够释放的一切全都释放 而此时此刻 他的眼神之中只有不舍 他舍不得史莱克学院 更舍不得自己的爱人 他只能看到亚丽的口型不断变化 却听不到他在说什么 他看到他泪水横流 看到他那旁扶要崩溃的眼神 他轻声道 为了史莱克 活下去说完这句话 他猛然张开双臂 右手光芒一按 擎天枪从天而降 落入亚丽手中 在那最后的神力加持之下 这柄擎天枪终于脱离了武魂的范围 真正凝结成实体 张开双臂的云鸣 身上金芒生腾到极致 宛如一轮真正的太阳 下一刻 他已经朝着远方 那巨大的骷髅头飞射而去 晴天之光 最后要是 骷髅头上的九名邪魂师 同时大惊失色 那巨大的骷髅头全力加速 此时的云鸣 已经不再是一名极限斗罗 而是一名陨落的神底 其最后陨落之威 绝不是他们愿意去碰撞的 可是神底的速度 又岂是他们所能逃顿的 璀璨的金光之中 那巨大的骷髅头被应声吞噬 整个天空 刹那间都变成了一片白痴色 黑夜似乎已经被那强光驱散 两枚是神定装浑倒炮弹的威能 也终于被那最后的神光吸射一空 所有白光笼罩下的生命体 只能匍匐在地 被那恐怖的能量所压迫 白光久久不散 就像云民不甘的一年 唐武林趴在地上 他支撑着想要爬起来 却无论如何也做不到 他清楚地听到 云民最后所说的每一个字 脑海中却依旧是一片空白 这所有的一切都来得太突然 太突然 如此强大的史莱克学院 竟然一夕之间完全崩解 在这浩瀚宛如神底之间的战争中 他们是如此的弱小 他们所能面对的 就只有这战争的结果 在那恐怖的碰撞之下 他们如同蝼蚁 根本什么都做不了 如果没有海神阁的保护 他们早已化为尘埃 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 所有的一切才渐渐收线 外面的光芒逐渐暗淡下来 一切的一切都似乎消失了 依旧是一片寂静 唐武林再次抬起头时 看到的是面前的海神阁 缓缓崩解 化为灰尘 悄无声息地向四下飞散 也就在这时 一点金光突然从海神阁深处飞来 悄然钻入唐武林的眉心之中 隐没不见 圣灵斗罗亚利 匍匐在远处的地面上 昏迷不醒 放眼望去 周围一片死寂